音楽 付出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還是必須要跟商業有連接性 為什麼 因為老師基本上他們也是需要養家的 那偏鄉教育這一塊本來資源就是比較弱 那為什麼我們會去的原因就是因為 來回的車程可能花了兩到三個小時 但是我們大概只去到了一個半小時 所以我們總共大概花了五個小時賺了一千塊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會比較願意去選擇在都市環境 可能他們走路五分鐘、十分鐘 甚至半個小時車程我們就可以到的地方 幾間學校願意去一起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請幾個老師一同去教這些學校 這個長久看下來這個才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循環 而且那些學生才會慢慢的成長起來 對 我是很好奇就是 你叫君臣嘛 對 你是我們是在紀錄團圓認識的 嗯 然後你現在是在各大的提案都會看到 沒有各大還是在桃園而已 對啊 還有啟動頻道啊 喔啟動 但我那個沒有成功啊 喔真的 我後來 那個後來反正就是沒有做出來啊 那個題目我沒有做出來 因為可能我想拍的前面都已經拍完了 然後後面也抓不到新的東西 嗯 然後結果我後來就是 退款回給中期姐 結果他補助多少我就還是全都還給他這樣 那你有想繼續買嗎 算了嗎 那個題材嘛 那個題材應該不會 但是其中還是會去交友適合的提案 但我應該說會不會拍他 會不會去投不一定 但是我想跟那個中期姐 就講一聲說 他有鼓勵我說就是 你雖然這樣子 你這個東西沒有要拍了 這個案子你沒有要拍了 但是你還有沒有要繼續拍紀錄片 我媽快哭出來 對 就是他人太nice了 然後對 所以我還是會想要跟他說 誒我關個 我就是還是會想要跟他說 講一聲說我現在還有在拍 然後 狀況越來越好這樣 對啦 我覺得我會想跟 跟他講一下 但是你說會不會再投 假如有適合的提案 然後他又不介意的話 他是說 他是有跟我說 假如你有適合的提案 你還是可以再來投 對 然後我覺得就看狀況吧 確實欸 我覺得這是拍深夜 真的蠻能拍的 因為尤其就是 開啟導演有利用嗎 對啊他有 然後我們也遇到滿多困難 你有跟他去拍喔 沒有沒有沒有我們 還有其他案子也有投深夜這個 沒有沒有沒有是我們會討論 就會一起討論 那我聽說他好像可能 有沒有在滿多困難 有他有卡車嘛 然後改進程車什麼 我今天才聽他跟那個 剛剛導演在聊 對啊 然後拍到杜菇什麼 然後後面他也是有那個 用那個dark drama的部分 對啊 對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他是晚上 然後不太好 不太好拍嗎是不是 自然有光的有白天的地方比較好拍 太暗了 這也是啦但是 因為他那個我倒想到那個什麼 永順永和 也是 也是晚上 對也是晚上 他滿多鏡頭 所以像我這次我第一版片花 我就因為可能前面有看過永順永和 所以我第一版片花其實裡面也滿多 我那種車上的鏡頭是 我印象中他大概怎麼拍 然後我有點算是 好聽叫直徑 難聽叫卡比 對 反正就是用他的鏡位去拍那個 他 車上的鏡頭 聽說滿多人不會這樣拍啊 對啊 應該是沒有那個抄襲的 對 內容不一樣啦 只是畫面構成雷同 大概這樣吧 可是你這樣 我覺得你發展很好啊 紀錄片啊 很好嗎 算是不錯嗎 就盡力啦 就盡力 我超怕拿不到錢 你說 你說這次的嗎 導演啊 對啊 我超怕拿不到錢的話 我就不知道要再等一陣子 對啊 那當然我覺得也是 會有這樣的 目前現在的一些 還算小的成果 當然還是有一些導演 其他前輩我覺得是 去給一些建議啦 我覺得還是人脈慢慢累積 然後有 對啊 就是有一些慢慢累積出來的人脈 然後願意幫忙吧 有德哥嗎 德哥也是啦 然後像 因為我自己跟那個 草原上的導演 還滿熟的 嗯 就是那個 草原上 對對對 他 你有 你有訪過他嗎 沒有他 他都很忙 我記得他 他不是有給你訪過一次嗎 沒有 那還是在你們的 還是什麼 他有去那個獨立古典的活動 哦 對對對 就是你們的活動有一次過 對 然後反正就是 他滿 給我滿多support啦 滿多建議的 對啊 然後像 像我企劃案的那個格式也是接他的 模仿他的企劃案的格式 對啊 然後去做然後去 對啊很多喔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那個馬剛的導演 聽浩導演 哈哈 幹嘛拍鏡片 沒有 我幹嘛拍 可以啊可以聊 可以聊 好慌倫的 我可以可以聊 看你有沒有需要 你有需要嗎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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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因為 我們 我不是本科出來 我是 反正就是自己有興趣 然後 算轉職出來的 然後 其實像我們這種人 大分最剛開始就接小商案 然後網絡影片 小的商案 再來就是網路影片 大部分應該都是網路影片 只是模式不一樣 然後剪剪YouTuber啊什麼這種東西 然後那時候是剛好我自己有去商會 有跑商會 因為要接商案嘛 然後走商會那邊是滿快 滿有機會的 然後剛好 那時候我還沒有跑商會啦 那時候是我老婆在商會 然後就聽她講 說他們商會裡面有一個是 這就是剛好分享到我去年的案子 有一個演藝團隊的團長 吹喇叭的 我心裡想你吹喇叭跑去商會衝殺小 跑去商會幹什麼這樣 然後我就很訝異 然後又跟他聊 然後才知道說他其實就是 他要也算是 募資啦 某個程度上也是募資 然後他想要去籌措一些資金 然後就其實跟我們紀錄片去 報提案感覺很像 只是他用商會的管道 然後去跟大家拉贊助啊 然後想辦法去養整個團隊 對他的那個通關無從做的團隊 然後再加上其實他自己也有一些 工藝類的 的 項目在他的整個表演的規劃裡面 所以我那時候聽到 你這個也不錯啊 反正我現在寫寫的 剛剛接不到案子 然後後來 對 對對對 接不到案子 接不到案子 然後後來 你會進來吧 兩年前 兩年前 差不多疫情也一段了 疫情一段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是在 是在疫情的狀態下 跟他聯絡的 然後 就跟他聊說 欸那我現在也沒什麼事 我幫你拍支片 形象片 然後就是 彈心一點看 反正要怎麼拍 然後那時候就幫他拍了一兩支 就是 剛好是要給那個 那時候有一個藝文補助吧 對對對 那個什麼的 反正就是藝放卷 藝放卷的補助案 對然後他也有紓困 一些藝文團隊紓困案 然後就幫他拍了這個相關的 提補助案用的影片 然後剛好後來又看到紀錄桃園跑出來 那時候還不知道 然後只是剛好 拍完這個之後 紀錄桃園出來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欸我手上有一些素材 我來偷偷看好不好 我們再補一些東西 我來偷偷看紀錄桃園 對 有的話反正就多拍嘛 就多做形象 我這邊也可以拿去試試看 你那邊可以多做 多有一些被紀錄被錄出的東西 對然後後來才因為這個樣子 然後去投了紀錄桃園 然後開始了 我也不會拍紀錄片 然後才開始這樣的狀態下 懵懵懂懂去嘗試 那當然我自己還有另外一個 是因為 還有一部分是因為 因為我之前有去阿森那邊上課 高敏順剪接師那邊上課 然後學了很多一些劇情片 或是長片的剪輯方式的一些 手法跟一些工具 等於是一些工具 但是我自己接的那種 所謂的小型商案或是YouTube影片 其實沒有辦法完整的 讓我去利用這套東西 因為模式有點不同 那它的當然有一些核心元素 是雷同的 但是在操作手法上會有一些不一樣 對它的調性跟一些 就是使用方式不一樣就對了 那我就很想要用我看這一套 那我想說是不是在紀錄片這邊 我反而有這個機會 去嘗試它的那一套 學到那麼好的東西可以去嘗試 所以才在這個機會下就剛好想說 那就來做看紀錄片 所以原本是不做紀錄片 沒有啦我開玩笑了 沒有想過會做紀錄片 那時候做很多都 我都那時候的跟一些 甲方在談的時候說 我做人物訪談 我不會說我用紀錄片 我就是人物訪談加音色畫面 對但它不會有完整的劇情的呈現 它就是反正就是訪問嘛 訪問點畫面 訪問點畫面 那種很 很 傷案的方式 對 那就後來 請一下影片那種 對對對 那基本上都是一個人在講話 那只是看你的 音色畫面 你的筆錄很漂亮 嗯 對去疊這樣而已 對啊 那只是後來 在這個狀態下 當然 那個時候也有 其實也有 好像是同時間吧 也會投其中 都在那個時間都還差不多 對 投它之前的 對就半夜的那個案子 嗯 嗯 大概是 這樣所以才開始了紀錄片的創作 嗯 對 那後來只是 後來會覺得說 為什麼會 會繼續就是 嗯 我覺得紀錄片還是有一個 你畢竟是創作 有一個目標導向的創作 然後你也有自己 那這個創作 其實它的厚度 會比你一般的商案 對我來說 更厚一點 就是我自己的 的作品的能量會更強 那畢竟時間長 然後 它的樣貌也不像 商案是那麼的 需要那麼的 快速 然後那麼的 市場導向 嗯 市場導向 這詞也不 不精準 應該說 那麼的 假方 我的假方還是對我自己 就是 以紀錄片來講 嗯 不會 我有更多的空間去 去做它的堆疊 對啊 那假方是一般 你比較想當哪一方 有錢誰不想當假方 對啊 假方不是給錢嗎 對啊 這有錢當假方不是很好嗎 對 所以你比較喜歡當假方 當然當假方 真的啊 我比較想要當一方 真的嗎 沒有啊 你有沒有自己去結果商案 就是 你要對一方 然後你收不到款 你要對假方 然後你收不到款的時候 然後你要 接受很多假方無理的 修改條件的時候 對 這個我不太想講 但是 你幹嘛這樣子看我 對對 沒有我就覺得那好累 對 我就覺得很 沒有就是 沒有我是覺得說爽爽的 拿錢 他叫我剛改 這樣子 就是看你遇到 那代表你都遇到不錯的假方 不是不是 是因為講法有人在擋這樣 喔 對 被那個 我自己是餅 對對對 你不用自己去對到 那個最大的假方 那邊就還好 有啊 我們就有 常常聽到 業主啊 那樣 然後 這個不用講 因為我自己就是 會這樣 當然也有一個是 自己對假方 就會覺得有時候還是會蠻辛苦 但是你為了 吃飯 你還是 有些東西你會去 我覺得有時候也不是說無理啊 但 當然一部分自己溝通能力 還不到那裡 所以會有產生誤會 那當然也有被拗 也不可能說完全 完全說沒有 都有 對啊 但就是你有很多的情緒 跟那些東西 你要去平衡 那還在學習 所以就會覺得當然 當假方比較爽啊 那代表你口袋有錢 你可以發 當然也還有一個是 我覺得像這一次 拿到的是 因為是進階組的預算 其實比較多 然後我就也想要試著 上去發 發一些 就發版 對啊 發一些 空拍版 然後拍攝版 收音版之類 對啊 那就還蠻爽 哈哈哈哈 終於不用自己拍了 也不是啊 就是當然是有專業 專業的人員 來 support 你這一塊的東西 那你可以更專注在創作 這一定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 其實當然你會 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比較 照著你想要的東西去做 你是主控方嗎 你 你占據那個選擇的權利 我是導演這樣 沒有 我是巴錢的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 我很示快 就是我是 沒有啦 但我覺得是 你會有占據比較大的話語權 這是一定的 因為畢竟你是出錢的人 對啊 那當然創作 我覺得 不會有那種說 什麼導演至上 我覺得還是互相 大家溝通完成 因為你 你要找專業的人 你就是相信專業的人 給你的建議 或者是我們來 一起來討論 那他以專業的角度 給你建議之後 我們再思考那個可信性 以及 做出來的效果如何 對 我覺得那當然還是 就是必須要有 不然你不需要去找一個 專業的人 來支持你 對啊 但當然 能發錢就爽 哈哈哈哈 是 我蠻蠻蝕快的 那很棒啊 很棒 為了活下去 發錢 對發錢 對 沒有錢就 什麼都很累 那你說你 你這次那個剪接 你剛才剪接很剪吧 剪接沒有欸 剪接 剪接應該是以前吧 因為剪接 我應該會請 看能不能類似 剪接指導 直接指導 直接指導 就是 討論 跟我討論 給意見就好 然後我自己就要剪 因為剪 或者是我剪完 短版一樣 我自己剪長版再看 長版可能也是剪完出版之後 再看能不能找人幫忙修 類似這樣子 我覺得可以再思考 但出版一定還是我自己這邊先來 因為 畢竟 我也是 算是剪接 底 出身的 對 當然不是說 像真的在 在inhouse模過 但我自己對這一塊 我還是會想要 試著 先以自己的角度去 做出雛形來 先捏出來之後 再請人加在這個雛形上做調整 希望啦 而且 可能 要 要找也會希望找自己信任的 或是找比較專業的 那就是再看有沒有機會 找到這樣的人 然後我的預算 因為我不想要去讓 人家都說你用人情去拗 所以我也希望給足 人家本來他希望的那個 配是多少在哪裡 那就要看我能不能請到那樣的預算去 找這樣的 人力去做support 因為我們認識蠻多紀錄片的組織 真的喔 對啊 都是紀錄片的 所以 你們的製片 全都可以剪就對 全都可以拔案就對 對啊 就是我們 我們有常 就是連拍紀錄片的導演 我們都知道很多 嗯 就是 不是導演 拍紀錄片的攝影師 就是我們合作攝影師 我們就會 分配說 比如說這個 這個攝影師 這個組可以拍拍 喔 對 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 桃園客家那個 對啊 就是 就是我 我桃園客家有那個 我知道你有中哪一個 對 然後他就發 發一些攝影師 這樣 這樣很好 我覺得這是有 就是有公司有團隊的好處就是 就是 那個人脈或是資源 對 資源很 很完整 對啊 像我們的話就是可能 慢慢找啊 慢慢口啊 慢慢認識 對啊 如果好像是為了錢去提案 好像都會被 被減 應該是說 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市塊不是說 你要拿那個來賺錢 而是 你可能沒有錢 你不見得有 真的有那個資本 你的口袋 有辦法去拍到一個 那麼完整的東西 對 我覺得倒不是 應該 你是要拿這個提案來賺錢 還是你要拿這個提案來賺 投資這個片的成本 對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當然還是屬於後者啊 但是我覺得 我也不會那麼講 那麼說 沒有就是 沒拿到錢我都一定會拍 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沒拿到錢 你就還是你要花更多利息去接商案 你要養活自己 然後 你的這個 你要拿商案的利潤來投注到片子裡面 所以他的拍法跟你的 就會完全不一樣 他的時間走的那個 出班次數什麼都會不一樣 所以 有拿到錢 我覺得還是可以加快這整個進程 那沒有 沒有當然也是會拍 因為我覺得題材好 就是自己喜歡的題材 然後也真的跟被設者接觸了 我覺得你不拍其實 某個程度也是辜負一個信任 對啊 那 那只是他的模式就會完全的跟 一次有那個資金進來不一樣 其實就跟創業很像啊 你創業你也是要請一筆資金 你會有一個貸款 有一個其中資金 那個我覺得那個意思是一樣的 我覺得應該這應該已經算是創業了吧 算是因為是自己的工作室 對啦 你要這樣講其實 也算他有點像是產品開發的一個資本 對 就是你要開發一個新的產品 就對自己來講 那個創作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產品 然後你要對這個東西 啟動資金 那這個提案的 的錢 對我來說就是那筆資金 就是有錢好辦事 就是有錢好辦事 那你以後你是想繼續拍劇情片 還是劇情片 劇情片我反而沒有會想 因為是第一個我是還是個體戶 我覺得個人個人來講 然後沒有接觸過劇情片 所以他的整個團隊的walking的方式 我覺得對我來說還有點遠 當然假如我是被人家發班去做協助的 的一個人的話 我覺得那當然沒差 但是如果自己作為導演身份 或是其他的身份 我覺得這可能都要再考慮 因為不是我自己可以掌握 但是紀錄片好在就是我一個人可以做 這也是我其實這也在回過頭 然後你第一個問我問題 為什麼你要拍紀錄片 某個程度上 這也是我去選擇說 我如果沒有背景 我沒有團隊 我沒有那個整個 像一個公司這樣的 那麼多人力的狀況下的話 其他片種我很難 以一個人的能力去把它做大 你就連接商案其實太多的廣告公司 或是什麼 他們的製作公司 那一種都是一整個團隊 那他有可能有很好的機器 可以接到很大的案子 然後可以用很好的 不一樣功能的人力的support 那他就可以把 容易把那個作品疊到一個高度 那假如我們一個人的 其實要做到那樣 我覺得我的能量還不足 不足 所以我用一個人去cover這些事情 那可能最多的還是留在 類似婚禮攝影 活動紀錄 然後小型的形象影片 那我覺得這個就會讓 自己的未來其實 比較難去突破 那反正紀錄片的東西 是我可以一個人 花我的時間 去蹲點 或是去這樣子去創造出 那個疊加出來的厚度 所以這也是我選擇紀錄片的一個方式 對啊 會比較 以每個人的 我覺得就是每個人的起始條件不一樣 然後我只覺得 我的起始條件跟我現在的狀況 是適合這個片種 對 很試快 沒有 沒有在我的認知裡面會想要就是 轉 因為你 我記得你本身是讀設計 對 我都記得 對 感謝 然後 可是 就是我的想像中 通常會想要轉到 轉到就是影視快 通常大家都想要當導演 或是說當就是劇情片導演 喔 就是我的想像中 嗯哼哼哼哼 就可能我覺得比較浪漫吧 浪漫嗎 影視 就是劇情片導演會有一種浪漫的那種 就是說浪漫嘛 或是更 更容易被打眾看到吧 他更 像是一個露出更 相對廣的 的一個片種 對啊 那 紀錄片的話相對比較 小啦 不能說 不一樣 但就真的是比較小 直接跳劇情片的話 那我就勢必要進劇組 但是以我現在的狀況 我覺得我可能沒有那個條件 或是我自己也不允許 讓我這樣子全職去進劇組 對啊 那我可能我就還是選擇 以我舒適或是我適合的方式 所以選擇紀錄片 那它一樣是可以運用到 之前我學的那個劇情片的 整個三幕劇的結構 或這些東西我都可以運用進去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 蠻適合的 蠻適合我去操作的東西 對啊 了解 那你當中為什麼會想要 為什麼不走設計 喔 其實一樣耶 因為我們做工業設計 我以前是做 我主修是交通工具設計 所以就是 汽車外觀 摩托車外觀 你們是那種 是那種什麼 科技大學嗎 不是 我是 就是我們自己叫商品設計 我們學校叫商品設計 但是 通車的話大部分都是工業設計 你比較常看到的話 都工業設計 從城大 台科 北科 比較大的工業設計 大業 然後實踐 都是我們工業設計 那但是 因為我主修是在交通工具設計上面 那交通工具設計的狀態就是 它也不可能個體接案 那我當初因為我的狀態的話 我還有一些其他的工作要做 所以我不可能用這個方式去接工業設計的 交通工具設計的案子 你說假如是小的李正平 或者是小的3C 或者是一些小的文創禮品的話 那通常可以用個體的方式去接案 那通常可以用個體的方式去接案 但是交通工具太難 因為那成本太高 所以它還是你要到公司裡面 不管是inhouse的 或者是一個 反正各類型的方式 但是它就不會是個體 個體單打獨都很少太少了 尤其在台灣 這個產業沒有到那麼大 這圈子很小 那大部分還是以 大家熟知的這幾間大型公司 那尤其以摩托車的居多 就摩托車三大 就King Cole SYM 跟那個 從雄忘了 那一間叫什麼 汽車 YAMAHA 三間 那當然現在還有Gogoro四間 然後洪加藤五間 但基本上它就是 你就是帶在這幾間公司 那所以 後來為什麼沒有走設計 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主修的這一塊 其實我要一個人接太難 對 那我就 不太 也沒有 但 你要我去轉去做李正平什麼 也不是不行 但又不是我的興趣 對啊 那 後來只是因為就反正無聊 閒著沒事開始 接觸拍片 然後就是音樂的忌諱 我覺得都是音樂的忌諱 然後被命運推到這裡 然後就覺得有趣 好玩 拍了有成就感 重點有成就感 有成就感就持續 然後 做了大家也都還不錯 都還算是有給一些稱讚這樣子 那就是 慢慢走 然後再從影片 然後慢慢約做做到紀錄片 對 而且現在資源也多啦 要學也快 那你應該是累積很多的那個經驗 之前拍攝的經驗 多嘛 我不知道算不算多 因為有沒有跟人家比過 但是從小的片子來 到現在其實拍片十年 對啊 就從自己有興趣開始摸啦 到現在的話大概 十年左右 那你現在才進來會不會太晚 對 你為什麼那麼晚進來 就沒遇到 就沒遇到啊 就是 那時候 當初也沒有想 剛開始也不會想說要去學簡介 因為自己摸 然後看網路的YouTuber自己摸 然後後來才正式去學簡介 然後去到阿森那邊 就高明勝老師那邊 你幾年了 那時候幾年了 三年前還是四年前而已 其實沒有很久 沒有很久 所以你是自學很久 對我前面都是自學 都是看網路的 然後都是接案這樣 對就是 但都是接小案 那怎麼活 所以那時候還有其他的正職 然後後來就接一些小案 然後慢慢才接到婚禮 對婚禮算比較大 然後跟YouTuber剪輯這樣 然後後來學了三幕劇的 就是阿森那邊的整套學習過後 然後才發現 其實我想試試看我能不能做這一塊 然後才真的走到紀錄片這邊 那這樣子你會覺得 攝影比較難是簡介講的 那個 簡介 簡介比較難嗎 我覺得簡介比較難 但是我覺得 呃 你務實面來講 可能都有他的難處 但只是對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簡介要顧己的面向好像 以我目前的應用道 的地方來講更多 那他更雜 我覺得你說難不難 到可能都很難 但我覺得他比較雜 那可能因為我攝影的部分 要嘛我自己持機 我自己的案子的話就簡單 那假如是別人拍攝案的話 有一個好處是 拍完就手工 對就是你不用像剪接那樣 剪接你不知道你要剪多久 那拍攝案的話 就是你前面壓力完之後 當天拍完手工 沒了 沒有第二次 可是可能這樣是因為你不是導演嗎 對 當然 當然 你自己是導演 你自己拍的話會不會 拍得很認真 會嗎 也會很認真 但你也是過了就過了 就是拍完就沒了 沒辦法 檢討就是下一次的事 對啊 可是你剪接的話 檔案就 那你會一直 一直剪嗎 還是 看數才 對看數才很累 然後 像我去年那個我就看到快哭出來 真的假的 因為場次太多 拍了太久 大概幾年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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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時候大概也是拍不到一年 半年而已 但是就是 因為漫無目的的根 就是他是有那個 不是有那個事件就去拍的 對因為就是 他那時候也算 因為我第一次拍紀錄片 那個時候 然後他反正就跟我提的企劃案 完全不一樣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有很多東西不能做 就是 對對對 那一年就很煩 我跟韋士哥常在靠北 那時候你也在的時候 你應該有聽我在那邊哭 反正就是因為他翻盤了 然後我就不知道我要怎麼拍了 我沒有 第二套方案去應對這個翻掉的狀況 然後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 所以他活動應該很多都取消 就是他原本設想的 他原本設想的 可能在某些狀況下 其實還是有機會 然後運行好像趨緩 好像有機會 但是好像不一定要拍活動 當然 但是你有 應該說我不見得是跟活動 但是是事件 那個活動沒有產生 就沒有那個事件 對啊 然後就 就像你的Cosplay 他假如沒有真的去跑Cosplay去化妝 那你也沒辦法拍 我只能在他家裡拍他Posecode 對 你覺得這會變很 東西會變很少 然後 反正後來就整個翻掉之後 然後 我就漫無目的 反正我好像有事件 我就先抓 有事件就先抓 然後抓到後來就 嘗試很多 然後 重點是 也有很多那種 對白的部分 那你就不知道 那個要不要留 還是要省 然後你就要全部都有聽 對啊 然後到後來其實那個量 對我來說我覺得有點大 然後又是 就是我有習慣拖 每次 就是看我在現場 在那邊做PPT 那種狀態 你也是現場做嗎 對啊 我現場做 提案現場做PPT 真的假 但是 但是就是 你壓到後來 你真的 因為你不知道你要怎麼做Ending 然後你就一直拍 然後拍到後面其實到離 那個交案的時間 其實Daylight很近 對啊 然後才在最後那邊 在剪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痛 對他們都 就是三個月的時間 提案上到 嗯 大概三四個月啊 對啊 就是很短啊 能拍 我覺得這樣能拍 拍可能一個人的故事 對 像我這一次我也是打算 就是 只先把人的故事講好就好 那其他面向就留到 因為我打算發展唱版 那等唱版再說 對對對 對 不然你三四分鐘其實你 我覺得他的故事量 其實差不多就塞滿了 所以你要再放其他的背景知識 或是議題面的東西 好像塞不下 對啊 就把人講好先講好就好 那 對 然後等我找到第二筆錢的時候 我們來完成長版 那你知道怎麼 你是怎麼 你的早前計畫是怎麼 國藝會文化部 文化局 差不多啊 新北 對就大概這樣啊 那你成片 大家的早前方式都是 對啊 對啊 你成 你假如成片之後 就會投一些相關的比賽啊 對 紀錄片比賽啊 什麼 神腦啊 然後 勞工金像啊 然後 原住民的還有什麼一個影展吧 我覺得神腦原住民應該可以 可是音樂的那個神腦 因為神腦好像都是 對 在地 對啊 原鄉踏場 對啊 我今年其實我有投 那個音樂我也有投神腦 只是 好像 反正檔案格式不對 對 他又JPG 然後我傳成PNG 然後還什麼 有兩個東西檔案不對 但是我不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幫我塞進去 還是沒有 反正沒有入圍啊 沒有納錢啊 對 之後再說那個 就必然嘛 反正他每年中有 對 我每次都在跟德哥哭 說 我就好 就是這個提案到底 尤其那時候還沒 紀錄投影還沒開始的時候 然後私下有時候 跟德哥就是聊一下說 我的狀態 然後 然後說 提案不中是正常 十之八九 啊中的是 你就是 運 運氣不錯這樣 對 啊你要把那個 感覺他跟我講的感覺就是 你要把 沒有拿到 視為一個常態 對 然後去努力 欸有拿到的話 那就是bonus 額外 很開心 拿到了 拿到錢 對 希望還有第二筆 我不貪心我兩筆就夠了 哈哈哈哈 我兩筆就夠 這樣子 四五十左右 對 對差不多 這樣子是其實 比較算是比較 算是足夠做一部片 算是足夠嗎 好像聽起來 會不會打拼 打拼 就是我一定會小坑 小坑 那個小坑應該是 我導演費要拿多少 還是 因為我 我還是希望我不要去拗人家說 欸 我算 算成盈的錢 我就 你就算少一點 或是什麼 發班就發少一點 我還是希望 你給到至少合理的價位 那當然你就不要那麼 發那麼多班 你就是 發精準一點 嗯就是大家 發炒一下這樣 對對對 一天拍 對對對 對 要規劃好 其實最重點 可能是我自己要規劃好 那我可能事前 要先跟他們討論好說 這樣的規劃到底怎麼樣 然後弄完整之後 他也 吃我 拿我 接我按的人 也不用那麼累 然後我也不要去 可扣人家的錢 對 我覺得那個 就真的是重點 你自己 講白一點 你自己當乙方 你也不想要被人家 對啊 對啊 因為我拍免費 有沒有常常這樣拍 拍免費現在不會 但是跟我砍架了 我記很久 我自己後來反省 我覺得是溝通技巧的問題 就是 可能我之前也有一些經驗的疏失 所以我沒有在前面 在合約端 或是在 我自己的規劃端 就弄得那麼清楚 那假如我有把它做得 清楚一點的時候 或許 甲方也不會去誤會 或是甲方會把那個 他會 他想像的也會更具體 我覺得某個程度上 是我自己要在精進的 我覺得也不能都 完全的說我自己沒有責任 對還是有 那就是 經驗不到 所以要花錢 花錢買教學費 你這很謙虛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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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一下你怎麼自己做 好 我每個導演都想猜 好你猜一下 我覺得是圖像的 我應該蠻好猜 我覺得我表現非常多 相關特徵 哈哈哈哈 金球送嗎 應該不錯吧 對 褲女跟那個什麼 摩羯 啊是摩羯 摩羯 市快 我們很務實 很務實 對 我們很務實 我們那個導演是摩羯座 對 Muscle導演 對 很務實 對 沒有辦法飄太高 就是我 我都會覺得有時候 就是跟很多的導演 想起來好像我沒有那種 那麼藝術感 然後那麼的 有時候他們聽他們在講 在敘述一些東西 我會覺得哇 那個好有畫面 或是好有 好有創作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好像沒辦法 我都只能從很 很務實的層面 去想一些東西 我都有那種 gap在那裡 然後如果我去聽 第二天的時間 嗯 有意味到你說他們的 對他們會很有 我覺得那形容的 是很漂亮 我不會覺得那不好 我覺得那是一個 Talent嘛 我覺得就是他是一個 一個技能 天賦 天賦 對啊 但我沒有 所以我覺得很羨慕 那你沒有啦 我 我都還是環繞在 耍醉皮啊 或是 沒有啦就是針對那個 但我沒辦法在一些 比較抽象的層面 或是一些 心裡面 我沒辦法用那麼多的東西 去表示 然後我也可能沒有那麼 明銳 那麼的有 sense 對 我只能針對一體面 去爆一些東西 對啊 可是你知道一體抓到 就會對焦 那個 哥哥的想要跟需要 希望啦 希望我能拍得到啦 對啊 我就希望 好的 那今天很謝謝 軍程導演跟我們分享 他怎麼進到 他怎麼進到 刷嘴皮不好意思 為什麼會拍紀錄片 以及他後續的創作這樣子 那我覺得導演的 導演作品都蠻精緻的 感謝 畫面都很漂亮 謝謝 那也很踏實 也很踏實 對對對 那我們下一集就再見囉 那對我們導演的錄品有興趣的話 歡迎跟我們買更播版 跟歡迎講座 掰掰 訂閱按讚分享 對對對 按讚跟分享 雖然這很過時了 但還是有點效果 訂閱按讚分享 掰掰 掰掰 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 launch 我們來找一個 想說 我們來找一個 突然 我們來找一個 多次的